哈喽大家好,我是王豪,我们今天继续来玩这个火焰这段章,第二章女主角这一部分的剧情的第二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大概是要打这个三章啊,这一关 敌人虽然很多,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增援 但是你要保证他的性命啊,这关是个妖狱师,这关是个龙师 那么就打这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只有166 那么先整理一下装备,先把这样一个疲倦的装转交给这个Selica 然后再去再打 看到我们这边有三名同伴,但是如果他们死亡的话就不会再出现了 这个是李奥,弓箭的手,还有一个佣兵 卡姆伊,然后还有一个重装骑士 这个重装骑士他的血不合格,应该是34,他只有30点 攻击力也不合格,16就是14 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不管,那么我们就来打这一关 那么敌人的话,他的攻击力已经是到9了,有5级 5级的腐难,这边只有1级 那么我们就冲上去,吸引一下敌人的火力 就要升级了 还好,倒得投资,打了个超必杀 再回合可以用魔法干掉 这个重装骑士,打了这个盗贼的话问题还是不大 虽然只能打他一次 这三个人应该还不要紧,尽量保着他们安全 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这边得小心一点,这个12 2,要每1去打他吧,这样比较稳一点 没打中啊 正好12点血,把它干掉 对不起,还能太多了 这边就能够关掉 红豆器封键 好,不腽了 总装满意 修女啊 其实站在这个位置的话 最多只有两个人可以打我 应该是死不了 技术速度 这样才打我女主角 不过装了这个皮盾之后防御力很高 基本上没事 没踢中 这也是个倒贼投资 帮你点五级 虽然有这么多五级的倒贼 倒贼啊 这个有点危险 不要死掉 都被打中 买奇这个倒贼投资 他因为他们的魔防都是零 所以说你尽量用魔法式去打他们 会效率高一点 又没中 女主角也整打一下 他的速度应该提升了 速度是4 我现在只有7 真正说明火球魔法式应该重量是3 那么正好和他速度一样 那么就不能追击了 这个8点的血 先把他打死 又没打中 应该没什么危险 这个是10级的 居然还是有头像的 这个敌人有头像的是比较少的 哎呀 他们逃回去补血了 有点危险 他们这个中章兵要去和这个boss单挑 好吧 问题也不大 这个最好给他加一下去 我可以加两下了 是因为我速度比较高吗 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他居然逃到下面去补血了 有意思 不危险 我这弓箭手要死了 他自己去逃去补血了 我这边可以给他补血了 那么缺点让你的NPC去打死敌人的话缺点就是没有经验值 女主角已经学会天使魔法CHP天使魔法就是我们之前第一张圣女学会的一个魔法 攻击是加8点然后对魔物有特效 也算是比较强力的魔法 但是可惜的是女主角的血太少了 一般很难练到4040点以上 所以说他用魔法的话就比较的失利啊 还好他我这个肉盾好像很高 他只拿我一点血 所以说问题不大 他到时候会捡软狮子打嘛 有意思 这边注意的句话就是不要让 我这个还是有点有点危险性啊 攻击力是16 11速度是6 那应该是打不了追追不了 我打我三点血啊 应该不要紧 那我就站在这个地方就行了 远程魔法干的干掉 我这边可以远程攻击他 然后再让主角给他致命一击 哦 已经死了 必杀 速度加一这么少 那这关打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拿刚刚这三个同伴 虽然能力不是很强 但是表胜于无 这个是必要加入的 这个叫巴鲁伯 是一个装甲骑士 卡姆比是个佣兵 然后这边是个弓箭手 雷奥 礼奥 这边还有个宝箱 是什么东西 是一把钢剑 钢剑的话是加4点的攻击力 那么 通常你可以交给这个速度比较高的人 交给这个塞巴 他的攻击就变15了 这样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那我们就进去打下一张 下一张的话是这个妖处施 他会伸这个泥人 这个比较 比较恶心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有时候会伸 有时候不会伸 这就很怪 所以说就打败就当练经验值 就一个人还是挺强的 然后他的这个魔法攻击力又很高 魔法又很高 然后的话 你和他打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好在他好像不会出击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远程的魔法轰他 或者是弓箭手也可以打他 全员突击吧 他伸出了这么多泥人 所以觉得慢慢好也可以这关 其实也可以拿来练击 如果你比较弱的话 就这么多泥人打完 你基本上也体力不支了 其实你可以通过这个吸星 就是无限回血 补血和无限回血 这其实挺适合这个杰尼来练的一个场地 其他魔法师的话就不太爽 因为要掉血 经验值又少 他这个黏人也是一级 这个就不太不太爽 你看他这个薄衣又加防御力了 防御力很大很高 这边如果你是魔法师的话 就得当心一点 他这样可以打泥人可以追击了 那么这些泥人的话 我可以派这些正规军去打 打起来会比较的轻松一点 就要打火女主角了 就要打火女主角了 他没有伸出来 他可能是伸这个泥人是要耗血的 现在血满了 有没有办法杀出一条血路 其实用钢剑去砍他也不是不行 我看看他的防势只有只有6 但是他好像 还是为了保险期限 还是下一回合再去吧 让这个修女能够跟他补血 不然你连中两下魔法 有可能会挂掉 他没有射出新的那个宁愿出来了 我们可以把动画开开来 我就晋升盒 让这个人来打这个泥人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叫他泥人 这佣兵是跳打 你看泥人 他在线到地里面去再转滑出来 让他打你 所以说我们就叫他才叫他泥人 好 这边直接去用钢剑砍他 他的魔法攻击力好高 没中 我的命中也很低 打了他就30点经验值 这个妖术是还是很厉害的 那么 他的魔防有多少 有9 一般的魔法打不动 我可以试一下 再用这个女主角的天使魔法去跟他扛一下 只有8点血 没中 他连续打我两下 中了点减8点血 还是很疼很疼的 还好我这个修女可以给他补血 不然的话你连中两下就死了 好 那这边的话就 问题不大 我可以让他这边打 这个的话我可以使用远程雷魔法 当然他打不到我 虽然命中力很低 我还记得他60 我还是还是挺帅的 这个动画 100点经验值 技术 HP加1 这关也打完了 那么这是一个妖术师 单体的能力其实挺强的 而且还会伸泥人出来 那么我们来打龙师 那么我们来打龙师 我们现在打个龙师